7亿年前,动物拥有同一个祖先,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有答案呢? 据江苏公共新闻频道新闻空间站报道,在生物进化史上,究竟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? 这种化石的发现表明,类似动物胚胎的蛋在6.1亿年前就已经出现了。 现代动物界包括30多个动物门类,已有研究表明, 它们拥有一个距今大约7亿多年的共同祖先。 这一共同祖先正式由多细胞组成,而且细胞有功能分化, 它是由更古老的单细胞祖先演化而来。 然而,困扰科学家的是,动物单细胞祖先是何时以及如何演化成多细胞祖先的呢? 11月28日下午,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不生物研究所对外发布称, 该所与英国、瑞典等同行合作,发现的龙脊球化石, 记录了动物从单细胞祖先向多细胞祖先演化的关键一步, 因宗君介绍,他记录了细胞复杂的重组行为, 但并没有看到形态分化。 形态上没有分化并不意味他没有分化, 我们能确定的是他发生复杂的细胞迁移和重组行为。